他一進電梯 電梯自己往上 他什麼都沒按 然後直接到頂樓 這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裡 他到頂樓的時候 居然發現樓下有一個 跟自己一模一樣的風間 從校車走出來 娃娃更是想要害這家人 在走廊上灑滿圖丁 想讓小心踩到 甚至迷惑住小鬼 想讓他從窗戶上跳下去 風街媽媽準備著午餐 然而這時候的媽媽 卻表現得相當的詭異 在剁肌肉的時候 一直跳著奇怪的舞 忽然之間張開了血盆大口 時不時偷吃生雞肉 這根本不是小朋友看的啊 這猜到我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 小禮看淇淇淋的雞胎 雞胎姐姐 喜愛弟弟 耶 大家好 我是喜樂 我是弟弟 今天我們剛洗完澡 耶 香香的 呃 小心 先開水就好了 今天呢 我們想來問大家的是 大家有看過蠟筆小新嗎 有 妳還記得妳的印象是什麼嗎 就是裡面有一隻 那個白色的小狗 小白 喔 小白 然後蠟筆小新 然後他的媽媽跟爸爸 爸爸是野元廣製 哎唷 然後呢 媽媽是美牙 蠟筆小新有個同學 是不是都是有一個 一直流鼻涕那一個 阿呆 還有妮妮 風堅 你剛有說過過的故事 這幾個就是重要角色 還有圓掌 圓掌是那個黑道那個嘛對不對 對 然後兩個老師嘛 今天我們要講什麼呢 我為什麼講蠟筆小新呢 大家知道我們最近要拍都市傳說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蠟筆小新的都市傳說 真的 蠟筆小新的都市傳說 其實蠻多個的 這都是給小朋友看的動畫對不對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給成人看耶 但是蠟筆小新就是一個色色的小孩 他是每天露屁股 對啊 然後所以我記得很多家長 禁止給小朋友看蠟筆小新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有七個蠟筆小新的恐怖都市傳說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七集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們今天就是稍微和大家講解這七集 那如果你是有聽過蠟筆小新的都市傳說的話 也可以幫我留言喔 或許你比我們更了解 其實我也把這七集看過一次了 我覺得都蠻可怕的 他畫了很多集都市傳說 對 所以我覺得 可能跟我一樣是都市傳說的愛好者 好 看到這邊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既然還要訂閱我的頻道就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我們IG喔 追蹤 起來 好 那馬上來看第一個 關於蠟筆小新的都市傳說是什麼吧 Let's go Go 好 那第一個關於蠟筆小新的都市傳說啊 那我們先講集數好了 這是 936集 他們這次的主題叫做 電梯 我們才剛講完電梯的都市傳說對不對 對啊 我們上次還拍一集耶 那這集有看過了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我覺得這小孩應該不敢看吧 他不管是音樂還是畫面都很恐怖耶 所以他是大人的卡通嘛 就是他有小孩可以看也有大可以看 好 那這一集呢就是 風間他坐校車回家 他不小心要來他家吃 爆冰 風間就回到他家了 然後結果 當他進電梯想回家的時候呢 燈突然自己熄滅 到7樓後出去卻發現外面是8樓 他只好回到電梯內又按下7樓 然後結果他出去發現是6樓 但無論什麼樣呢都到不了7樓 像是鬼打牆一樣 於是呢他決定改走樓梯 結果還是沒有7樓 可是出了大樓之後 明明就有7樓的啊 因為他到不了7樓 7樓是消失的 這種可愛的漫畫就很出現那種 詭異的事情耶 對 恐怖的電梯傳說 然後他後來還看到 野元星之助跑到他家 跑來跑去的 可是那個野元星之助都沒有理他 就是他好像是看到鬼魂一樣 超可怕的啊 風間他就一直打 然後後來看到他媽媽這樣 然後他媽媽也不理他 然後呢 風間他之後看到他媽媽 從另一個電梯下來 回頭一看才發現 自己剛才坐的電梯 憑空消失 只剩下一堵冰冷冷的牆壁 異度空間 就是對他一出來結果電梯不見了 也還好他出來耶 不然他就是困在那個電梯裡面 然後後面呢 風間他就開始搭電梯嘛 因為他看到他媽媽搭電梯上去了 然後呢他也想要趕快上去找他媽媽 他一進電梯呢 電梯自己往上他什麼都沒按 然後直接到頂樓 這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裡 他到頂樓的時候呢 居然發現樓下有一個 跟自己一模一樣的風間 從校車走出來 超可怕的耶 真的啊 這根本就不是小朋友看的啊 這太可怕了 然後後來他就被嚇到 好像剛好就嚇昏倒到電梯 然後電梯之後就倒了氣了 然後他媽媽還有蠟筆小心了 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看到一個一模一樣的自己 真的嚇死了耶 然後我覺得這集還蠻詭異的耶 很恐怖啊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這一集喔 936集這個恐怖的電梯 我覺得很可怕 好 第二個關於蠟筆小心的多次傳說是 808集 標題是寫 人面蠟筆 這一集呢 故事一開始呢 正男就撿到一隻蠟筆 撕開底部 卻發現蠟筆上有一張詭異的人臉 接著正男被蠟筆操控畫下了很多 看起來非常可怕的圖畫 最離奇的是他畫下的東西居然都成真了 像是園長被烏鴉左臉 機友老師被圖丁砸到腳 這兩幅畫都成真了 後來他們察覺到人面蠟筆似乎有點可怕 所以就把他丟掉了 然而小心卻發現了被遺忘的一張圖 居然是滿臉是血的妮妮 蛤 這也是這一集留下的最後伏筆 所以這個還蠻詭異的耶 這是預言嗎 有點像預言家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看到會怕耶 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卡通會演這個 對啦 還流血 滿臉是血的妮妮 好 下一個都市傳說是809集 標題是寫 幼稚園的樓梯 好 這一集我覺得很可怕 這一集很像我們現實中會發生的都市傳說 嗯 幼兒園裡有一個傳說 據說廁所旁邊的樓梯 往上走和往下走的台階處是不一樣 有一次在大家一起在幼稚園留宿的半夜 小心風間正男女女阿呆一起去上廁所 路過廁所時果然看見了傳聞中的樓梯 眾人各種推脫之後由封肩擔任白老鼠 卻發現上去和下去的台階處是一樣的 難道傳說是假的嗎 但是隔天早上小朋友 他們決定要再去爬一次樓梯 可是到廁所門口時 卻發現樓梯不見了 他們問紀元老師樓梯怎麼不見了 紀元老師卻一臉疑惑的說 你們在說什麼 二次元沒有二樓啊 哪有樓梯 所以請問他們達到的二樓 到底是哪裡呢 爬一席也沒有二樓 他們也是很有那個 實測精神 對實測精神 他們直接去實測 究竟台階處有沒有不一樣 樓梯都是39層 所以是正常的 結果隔天去樓梯消失了 那小朋友隔天去幼稚園就覺得 好恐怖我又敢去了 對啊 會不會我們發了這一集之後 大家都回去看愛比小慶 因為我等一下錄網位要去看 對會覺得說到底是怎樣的劇情這樣 好下一個呢是 688集 那這個表題是 恐怖的法國娃娃 好那這一集呢就是 春日部防衛隊們在一家擺著很多精緻的娃娃店面前 看著櫥窗裡的娃娃 其中一隻雖然很漂亮 卻散發著詭異的氣息 此時阿呆講了一個鬼故事 故事內容是一個洋娃娃在被主人拋棄後 一直不停在尋找主人 就算臉被摔破了也不在乎 直到現在洋娃娃還在尋找 當下正男總覺得娃娃正在看著他 但大家沒有想那麼多就解散了 想不到當天正男回家後 發現媽媽懷裡抱著櫥窗裡面那隻娃娃 正的媽媽說是小時候的娃娃 然後保存到現在 可是他是在倉庫裡找到的 事後下中就開始出現各種詭異的事情 但是這一集比較搞笑一點 因為其實靈異事件都是那個 野原新之助造成的 賴比小新要去還他那個圍巾 然後每次要還的時候 剛好正男就不在 然後他就移動一下娃娃 然後結果正男回來 以為是那個娃娃自己動的 大家可以看這集 688集 恐怖的法國娃娃 下一集是689集 然後這一集比較可怕一點 這一集叫做 恐怖的幼稚園 好那這一集呢就是 這一天春日部訪問隊們 到幼稚園的時候 卻發現多出了一間 平時沒看到的教室 不只如此 整間幼稚園一個人都沒有 他們以為大家在玩躲貓貓 所以開始一間一間的尋找 當他們找到那間 多出來的教室的時候 門自動關上了 接著出現了鬼火 然後結果 園長啊 所有的老師都不在 只有那個 黑頭髮的那個老師 跟野原新之助他們在一起 他們在尋找的途中呢 慢慢的正男消失啊 妮妮消失啊 都不見了 然後結果他們找到廁所的時候呢 廁所全部出現 園長他們的那個石像 就砰砰砰砰砰 然後在廁所出現 魔啊 然後最後才發現 那個老師是鬼 太陽把他變石像什麼的 最後只剩下誰 最後只剩下 風堅 最後呢 風堅就起床了 喔他做惡夢 對是風堅做惡夢 嚇死 但是呢 因為最後一幕是 那個鬼抓那個風堅的頭髮 但是風堅起床之後 他發現頭髮是亂 然後手還有那個石像的碎石 這樣 好那這集是689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恐怖的幼稚園 超可怕 好那這一集呢 算是拉比小欣最有名的都市傳說 就是 2006年版劇場版 拉比小欣的 森巴入侵計畫 那這一集呢 其實是很多人的惡夢 看過的人都會做惡夢啊 對 你可能也會做惡夢 小朋友絕對會做惡夢 小朋友傻眼 好那這一集呢 就是這天 風堅在家裡看電視 風堅媽媽準備著午餐 然而這時候的媽媽 卻表現得相當的詭異 在剁肌肉的時候呢 一直跳著奇怪的 忽然之間 張開了血盆大口 時不時偷吃生肌肉 然後呢 風堅發現了媽媽奇怪的舉動 於是 跑過來關心 此時 怪物馬上恢復成媽媽的樣子 抱著風堅石 卻露出這個表情 好那這一集呢 其實就是 那個 複製人的故事嘛 這些複製人 他們都會跳森巴舞 蠻好笑的耶 森巴舞 頭頭 他複製很多複製人 嗯 然後每個都會跳森巴舞 他們技能就是會跳森巴舞 對對對 然後大家會以為是原本的人 他們其實是複製人 就是讓大家想跳森巴舞的 這個人啊 跟故事中有一個是會 打殺這些複製人的 是 婦女關係 父親想要女兒跳森巴舞 但是女兒不喜歡 就對立就對了 然後這個故事的意義就是 父母喜歡的 小孩不一定喜歡 強迫小孩喜歡你自己的喜好 你永遠不會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對這一集呢 也蠻可怕 就是很多很奇怪的畫面 好那我們來到最後一集是 938集 標題是 詛咒娃娃的故事 那這個呢我也看完了 我覺得他很像日本版的安娜貝爾 也許就是他要至今安娜貝爾 好那這一集呢就是 有一天呢 廣製無意間帶了一個娃娃回家 想不到自從娃娃進了家門之後 廣製和美娃總是精神被吸乾癢 每天都很疲倦 娃娃更是想要害這家人 在走廊上灑滿圖釘想讓小星踩到 甚至迷惑住小葵 想讓他從窗戶上跳下去 窗戶就要殺眼 太可怕了吧 真的是那個恐怖電影耶 啊 驚悚電影吧 安娜貝爾記得也是這樣 他也是覺得娃娃很可愛很漂亮 然後就帶回家 殊不知他是被詛咒的娃娃 然後這集就是那個娃娃 他會一直講話對不對 他就說 我要害死你們全家人這樣 但是這集也是比較歡樂搞笑一點 因為就是每次他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那個野人心之助就會出來鬧場 娃娃要做的事情都做不了 那如果大家對這集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集的938集 好沒錯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 七個蠻魚小星的恐怖都市傳說啦 你覺得兩個最可怕是七個 我覺得最恐怖應該是那個 混在電梯裡面那個 你要到七樓 可是一直到八樓 或者是到那個六樓 然後最後還看到一個 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蠻恐怖的 對 而且我們之前還坐過一期電梯的 就覺得電梯裡面好像有什麼 異度空間的感覺 對 電梯好像通往什麼 臨界的地方的感覺 那我自己看完我覺得 我覺得是最後一個 日本版的安娜貝爾 他就是 會想要害這個全家人 就覺得蠻可怕的 雖然後面有點是歡樂搞笑 但是 這個主動娃娃真的蠻可怕 就是如果沒有 野人新制度的話 可能絕對應該就死狂了 所以就是蠻比小新救了大家 那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拍這個 關於漫畫的都市傳說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上網留言告訴我們喔 對 我們可以再找新的題材喔 我們記得還有很多動畫動漫 都有都市傳說 可能哆啦A夢也有 哆啦A夢的都市傳說也很多喔 好 那大家覺得 今天的蠻比小新都市傳說 可怕嗎 下方留言 可是我們今天看完這幾個故事 根本就不適合小孩看啊 對啊 我就覺得這個比較不適合小孩 它比較適合大人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蠻比小新的都市傳說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這邊開啟小鈴鐺 鈴鐺 然後按下我們IG喔 接住喔 期愛 好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掰掰 掰掰 一大新疆 耶 掰掰 就可以受到一個社會 夢聖副 吃 那就知道 你知道 粉 righteousness 才會 tub This часть 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